直播啊 线下的比赛 所以说呢 啊 这个要养成事先不看replay的好习惯 啊 那么大家也知道在英伟达的比赛中 啊 这个直播 其实切OB啊 要比你解说的难度要大很多 所以说在我解说那两场比赛中呢 还是要多些卡卡啊 他非常 不错的切OB 啊 那么卡卡 解说那一场我的OB也是 基本上没有露人头 啊 所以说OB切的好坏 啊 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这个小鸟 那接受怎么 就穷骨盾其实可以考虑扔掉了 中龙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还以为会爆发人头呢 这个小鸟是干嘛 这小鸟一直跟着走啊 就穷骨盾真的可以考虑扔掉 啊 但是还是 这个应该是健身的吧 不会有其他英雄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准备怎么打呢 说王也是 珍视宝石 又买了一个珍视宝石啊 珍视宝石要跳刀 啊 珍视宝石要跳刀 果然是 好 那么来看这边的野区啊 又是一个隐身的巫医啊 前面也看到天台方这边说高地吧 啊 高地吧 那么来看这波怎么打 当然金废皇的人不齐啊 这边暗闲不在 暗闲有飞鞋 啊 暗闲不在的话呢 这个真空其实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效果的啊 那么现在是保着小黑来这边打钱 小黑的装备来看一下啊 支配头盔 是要出BKB了 这边巫医要注意自己的隐身石键啊 还没闪啊要闪了开始闪了就可以开始走了啊 这边又是一个R 哎 这个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这个残影子瞬间被处罚掉了 那说明周围是有隐身单位的啊 也是马上选择走 那现在是两个假的小黑啊 来这边打 前面也看到天台方说要推高地啊 那么这波来看一下 能不能打一波漂亮的野外野战 牛头的话是敏捷的家腿啊 敏捷家腿你好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前面喝瓶子的时候切成敏捷的 这也是可以理解 前面战鹰应该是发现了这门蓝猫啊 但是现在秒当蓝猫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他有一个林肯法球啊 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林肯法球也是很早的就已经出到了啊 那么天台方也设成了机体猥琐 暗闲在中期的话也是补 补了不少的经济吧 啊 这个飞鞋也是已经出到了 应该是要对这边下塔准备来拿了 啊 人呢也是逐渐都赶了过来 战鹰在这边开视野啊 暗闲也是飞了过来 图腾 直接是来这边强行拿塔啊 好 那么这边战鹰是提供了足够的高地视野 这个貌似是要打高地战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波牛头人没有跳刀的情况下 怎么打 如果牛头人有跳刀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犀利了 肉扇是刷了第二次 第二次肉扇 啊 你健身可以看到他的攻速啊 已经是非常的可观了 啊 这个健身的攻速 暴击是跳皮 可以暴到450左右 450 那乌依还没有开始学那个二技能吗 应该是有人过来了 直接是一个奔腾给了上去 来看一下这边跳吼 吼住了一个啊 然后是一个跳 叫无敌斩啊 来看一下这边是砍小黑 蒙砍小黑 小黑直接是把兽王点死了 又是一个操作 来看一下这边的乌依的大招 追着点点死了 那看一下这边乌依 这边又现在来砍这边的 这个蓝猫 但蓝猫追不死啊 真空有没有 能不能拉一个 先继续来杀这边的VS 回头给一个 那现在健身已经是不用那个 健身风暴了 纯粹就砍两刀砍死 Holy shit 此龙超成健身 但是要被终结了一个健身风暴 哦 蓝猫点一下死掉 可惜 这边又一个E2 再点一下 应该WQ吗 没有健身是直接买活 钱的也是非常多 直接是选择买活 暗闲是神秘法杖 这个是要出冰甲还是出羊刀 感觉现在出羊刀更加好一些 可以多一个限制技能 紫龙 那紫龙买活 最后来看一下身上还有900多 那前面紫龙是超神 被蓝猫给终结了 终结 那他应该也是要出那个 分身府吧 来看这边Rosa 还有一半血左右 那么这边的冰线 快点来收 前面这个无敌战 貌似没有发挥到最大的 这个发挥到 没有砍完啊 然后就中断掉了 由于 一定范围内没有目标 抵方单位了 所以说没有继续砍 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应该是要继续过去打Rosa Rosa Rosa血量呢 也是在回 就在回复中 只是跳过去打 你看到这个打Rosa的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快 那么这边的 战因也是已经发现了VS 35分钟的时间吼一下 已经是发现了 那么蓝猫也是会 随时会飞过来啊 马上是走人 马上走人 这边Rosa是被拉了出来 这边是跳 这边是一个无敌斩 但这个又斩掉一个啊 这如果VS和蓝猫是走在一起 来看一刀两刀啊 两刀直接劈死 WQ漂亮 那么这边河道是发现了 暗邪 来看一个乒乓球 野战 野战 哇这个这个跳 这个跳跳的 可惜了啊 这个跳刀 无疑是被活活点死 牛头这边一杠 勾合又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这边剑圣 这个剑圣在干嘛 点了个眼睛 这个剑圣 哎呦 这位子龙会被活活点死啊 悲剧啊 这位子龙 哎呦 这边呢 太尴尬了 真的实在是太尴尬了 实在是太尴尬了 子龙身上前面也是 没有TP 哎 如果他前面有回尘的话呢 还可以这个 对吧 呃 剑圣 风光家回尘 呃 兽王是不是赶了下去 赶下去跳刀来抢盾 我们来看一下 给兽王一个视角 诶 跳刀抢盾 漂亮 这个兽王啊 但自己应该也也会死掉 跳刀抢盾 跳刀抢盾 我前面还在想呢 这兽王会不会这样做 啊 但是还是直接被轮了 啊 牛头也是 直接被活生生的点死 哇 双倍的小黑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来看 中路这边是谁 是暗闲啊 前面兽王那一个 真的是亮了 子龙那个跳刀 跳到这个位置 也是亮了啊 兽王是跳刀抢盾 真的是要勇气和技巧 以及手速 真的是非常的